大家好,我是郭艾修杉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 向荣盛实话、明天化 确诚股份、中芯福财 宏讯科技、银石胜 其实这些个股的话呢,都是一些 粉丝朋友 这两天 比较着急的咨询的个股 那么咱们呢,做一个视频点评一下 更多的话呢,也是技术巩固 仅够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荣盛实话 荣盛实话这一只个股呢,它的基本面 是不错的 半年多的话呢,净率增长率 104%,它的适应率也不高 那么当前它的一个 剧情是属于没有方向 这个没有方向指的是什么呢 从31块一毛五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30分钟级别的 攀论下跌,这个位置呢 它对应的是属于30分钟冲输 好,然后呢,做一个 线下离开段和前面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其实 当前它只要说不破,这个平台只要不破 不出现什么呢,不出现破位之后反出站不上来 那么只要不出现这种剧情 那么它是有一定的概率 走出一个反向的 30分钟盘整上的一个 走法的 这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就说呢,它只要不破 不跌穿前面这个 30分钟中输的这样一个平台 不跌穿之后反出 不进入,只要不给出 最恶劣的,只要不给出这样的剧情 那么它是有机会呢,走出一个反向运动 这是一种推演啊 然后我们再看30分钟的一个视角 30分钟视角的话呢 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走法的 从15块7毛的位置以来 对应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做一个5分钟中输 那么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输的组件 好,组件过之后的话呢 它只要说向下不跌破18块钱的位置 就是呢,一旦跌破18块钱的位置 站不上来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会成为一个压力区 如果说这个位置只要不破 前低不破 那么这样的18元的位置不破 那么呢,它是有机会 有可能向上走离开段的 现在可以看力度 如果说力度弱 新高支持 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对应的就是卖点 如果力度比较强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没有被迟 而且这个位置最好什么 最好它是有一个5分钟的 盘整上的方式来开启30分钟 现在离开段 如果力度呢比它还强 那么呢,也是要找卖点 这找卖点之后呢,回落下来 又会成为 又会有可能会重现 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那么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进行表述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实际上这是各种推演 但是呢,还没有成为事实 只不过呢 它当前是围绕着114年均线的位置呢 进行震荡整理 上前没有方向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以把前低作为一个原子支撑位 破了前面低点 那么呢,要小心 防范的是走弱走坏 如果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观察的是什么时候能够 你向上能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能不能突破的是带有明显的量能的体现 如果有量 有价 突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就跟 这是容设施化的一个技术视角 如果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这是一个压力区域 那么可以先去避嫌 好 这是容设施化 那么我们再来讲云天化 云天化呢 其实咱们之前做过案例 做过案例的话呢 当时给大家讲的一个视角呢 是属于 讲到呢 他是 大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但是呢 内部构成了 30分钟 这是第一个30分钟中书 这是第二个30分钟书 他已经结构饱满 结构不满进入被词段 进入被词段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只能去 看不能去交易了 结束呢 他已经进入上了高风险区 什么叫结构保满呢 用残忍的一个视角的话 你也说这是一个 达表这是一个观察点 I0 以I0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 这是反弹 向上的形成 以第一个中书 第一个中书呢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然而中书形成 他是有可以期待向上离开段的 离开段 如果力度比较强 五倍迟 那么呢 可以去期待回落下来给出 三类买点 一次两次 那么构出第二个中书再往上 那么这就是由攀设发展为趋势 那么趋势的 再向上离开段的 第二个中书形成 离开段就可以把它称之为背直段 就是属于结构保满 这个位置呢 一旦和前面力度 如果前面力度比较强 后面的力度没有 前面这个墙 那么对应的就是一个背词 趋势背词之后呢 防范的是反向运动 也可以呢 有的时候给出回落之后呢 再反出一下 有的呢 是直接走反向运动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结构保满的视角 这是云天化 那么当前呢 跟踪一个维度 去跟踪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当前他是属于日线顶背 也离得延续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其实你要说 他的趋势低点和低点相连 有没有破呢 没有破 实际年均有没有破呢 也没有破 但是呢 他已经呈现非常明显的 顶背里的一个日线顶背的延续 顶背的延续的话呢 量能有点缩减 所以这样的个股以避险为主 或者有逢高去减为主 后面别涨 找卖点不要去追 如果说呢 调 那么呢 也是就是以避险为主 这是云天化 就是高出不是寒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像确诚股份 那么确诚股份的话呢 对应的 这只个股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重点去跟一跟 一方面呢 他作为呃 持新 第二的话呢 他从十一块 十四块一的位置以来呢 对应了 他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平台的现场突破 现场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回财 给个一笔下 一笔下呢 就是调从高到低 已经过了五根开线 然后呢 周五的时间出现一个涨停反暴 这个涨停反暴 是典型的强底分 强底分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看他给不给低的机会 如果说给低吸的机会呢 那么下方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 三十分钟中枢 不断的延伸 所形成的这样的中枢平台 可以把它做个厂支撑区域 那么对应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有低吸的机会点 可以去跟 如果说呢 哎 给你大幅高开 或者是冲高 急涨 那么也不要去追 因为近期的话呢 呃 追涨的这种风险 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他的剧情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 有回落 可以作为低吸的机会点去跟 如果没有回落呢 等他什么呢 如果墙 冲高之后 回落不和前面高点不接触 然呢 以线段上的方式 来进开展 这是一个剧情 现在如果说第二天呢 冲高 回落 或者再有上线 或者是呃 不能继续连板 那么回落下来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的位置 靠近13年均线都可以作为新的 就是冲高之后回落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 靠近13年均线 都可以作为新的一个低期的节点 来去跟 好 这是他的一个逻辑的 就水大的平台上方 勾注 次次级别的这样的小的平台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就水大的一个平台的突破 行情应该不至于一下子的结束 好 这是学生股份的技术更多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中福 中心福财 好 那么像中心福财的话呢 他的一个 呃 剧情怎么去 这样的给我怎么去跟呢 当前他是属于这个灵界点 前高的位置 一步之遥 还没有突破 然的话呢 我们再去观察他细节 细节的话呢 从12块三毛五以来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呃 更高级别 例如说呢 从日线维度上面来讲 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然后呢 当前是 可以期待上的离开段 因为还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好 那么我们重点看什么 重点这是一个大的角度来讲 可以把它用于串通视角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呃 想起来请观察 已经靠近上沿了 用小周期来看的话呢 重点看这一段 他有没有结束 这一段的话呢 我们去看日线的话 他是一笔上的 这一个线段上 日线呢 是属于线段上的一个做法 然后30分钟的话呢 对应的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大的线段上 这是属于5分钟中枢 5分钟中枢 5分钟中枢 5分钟的 中枢延伸 那么呢 对应的这是一个30分钟大的一个线段上 线段下线段上 好 那么我们也看这一个 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呢 对应的 他周五的声音也是虽然涨停 涨停的话呢 向上 同样不进去追 如果说后面的回落 不破前面这个位置 23 23元的位置 只要回踩不破 对应的话呢 可以作为小的一个机会点来去跟 但是向上的话呢 看他能不能保持 就是呢 53 140保持这样的一个均线都排列 那么延五军 贴五军 贴三连军去跟 下方的话呢 同时结合趋势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低点和地点相连 如果后面呢 一旦破了这个地点 好 一旦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呢 就要放弃 或者呢 作为一个破位或者走快的一个应对 好 这是中心 负财 好 那么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列度像 红讯科技 红讯科技的话呢 他的一个 剧情 好 首先呢 现在大的一个结构 大的结构的话呢 对应了 他是属于低位低价的股票 前面的从三次块二 然后呢 一路下跌 下跌的话呢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平台 在十元附近呢 他是有承压的 这是历史的平台 我们把这个平台作为一个顺严 所以呢 在十元 十元附近是有承压的 而且前面的话呢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么呢 我们 好 我们把这个呢 一次两次 三次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了 他也是一个承压的节点 所以说呢 我们在分析这个 我首先从大的一个结构上面来讲 要知道 他的承压节点在什么位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小周期 小周期从四块七毛八 那么四块七毛八的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 这个节点 他也属于一个 30分钟 中枢 好 这是一个 30分钟枢 组件 中枢不断延伸 然后走到相当离开段 那么回落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30分钟 中枢上演在什么位置呢 对应了 就六块九毛二 只要说呢 回落不破六块九毛二 而且呢出现在加上强底分的配合 对应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机会点 来去看 那么上周 三 四 都是属于小红英 小银星 上周五的时间呢 又出现这个单根长下影 他有一定的止跌的气象 但是呢 他没有出现底分 如果说出现底分的话呢 对应了 他就是一个观察点 那么向上 看他能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找卖点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其实也要根据 是否有背离 是否有偏离武军 也要找卖点 好 这是红讯科技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银石胜 银石胜的话呢 对应的咱们前面跟中国 跟中国的讲到 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耐心 像这样的个股 不建议轻易的去跟 为什么呢 一方面 他说五年的大平台 还没有真正一样的突破 这是一个视角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呢 如果说一旦相当突破 而且他的业绩是不错的 前面出现一个业绩报 业绩的话呢 还是比较给力的 如果说一旦相当有效的突破 突破之后呢 会再不进入 那么他有可能很有多长 数有多高 好 可能就所谓的祖声 如果说呢 没有突破之前 不用不用去赌 没有突破之前的话呢 每一次 每一次靠近这样的一个趋势压力线 每一次靠近 趋势压力线的位置 它都是一个风险点 就算在平台内部 在相体的延伸当中 靠近下眼找机会 靠近上眼找风险点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你只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方法 你就不会吃大亏 至于说 我没有 我没有去跟 结果他后面一根大阳线 长上去了 怎么办呢 少转一点 不可怕 不要冒进 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吃套 好 我们在小周期的 小周期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 从六块九毛五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小的平台 好 那么这个小的平台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是一个三十分钟枢延伸 三十分钟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其实这个位置呢 一根长阳上去 上上因为二十厘米嘛 三开头的股票 涨停就是百分之二十 向上不能去追 但是呢 如果回落下来 三根阴线都不能把这个阳线给吃掉 而且的话呢 回落下来 贴着十单的局限 连前面这个中枢上延的位置都不破 对应的话呢 它反而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DC的一个节点 用这样的方法的话呢 其实非常好判断 好 这个位置 例如回落下来 这个节点 前面 中枢平台上延不破 然而是南均线的一个支撑节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五十三一百四十 又处于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MICD呢 又属于金叉 上令州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位置是很容易把握头到它买点的 但是把握头到买点 再冲高的话呢 一个一根长阳上去 咱们讲的不能 把握去追 反而呢 可以找卖点 就是呢 涨上去过周呢 反而干嘛呢 反而适合找卖点 找卖点过周呢 其实当前它是连续两天震浪 震浪的话呢 如果是回落 贴着五军也好 或者是贴着这个阳线的半分位 或者贴着有机会贴着 不过前低 贴着三三年均线 都可以作为尝试性的一个机会点 去看待 但是这个 只局限于什么呢 三十分钟盘整上 盘整上的一个延续 或者是呢 在以这个大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这是只是它的一个级别问题 但是向上的话呢 你要是见好就收 一根中阳长阳都要找卖点 如果说是 连续的小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小羊 或者是中央 只要说力度没有跟上 量的没有跟上 也是急着走卖点 因为大的结构的 它还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相提 形象下的五年的大平台没有突破 大的环境 大的环境内部呢 它这是用的是属于 三十分钟级别 在哪个盘整上 把握的是次级别 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好 这是已经实胜 好 更多的话 它是一种应对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再一次强调 修材呢 只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个 和交流经验层面的一个分享 更多的话呢 次重于一些 呃 技术方法的一些交流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我看呢 像 呃 很多的 呃 朋友呢 呃 特别关心 呃 怎么去 呃 找到 修材的合集 会很可能很多朋友呢 对于头条用的还不是特别顺 那么呢 给大家做一个 用半分钟的时间给他讲一下怎么去用的 第一说呢 搜索 像呃 修材的名字 然后呢 找到 然后点击点击一下 点击进入 进入过之后的话呢 你能够进到修材的主页 主页进入到过之后的话呢 你能够看到 像 比如说 这是输入修材的名字 搜索 点击一下 进入进入过之后呢 你能进入修材的主页 主页里面的话呢 像全部文章 视频 微头条 合集 点击合集的部分 点击合集的部分 过之后的话呢 你能够看到 好 看到他对应的有些合集 让你个光下去滑动一下 能够找到你所需要的 列书的呢 像MICD全面解读 顶背离 底背离 买买点 简单实用 有九个视频 MICD均线系统讲解 那么对应的话呢 讲的比较全面 比较系统的 包括残论技术教程 残论技术教程里面的话呢 像笔千段 中枢 走势 背词 买买点 级别 许件套 好 包括了像止盈止损 交易纪律的 包括了像抽码 包括了像成交量的 都有系统性的讲解 那么对于很多 新的粉丝朋友的话 其实非常适合 去找一些 自己适合的 需要的 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 按照一定的节奏 去给自己步步课 如果点到任何一个视频的 主要说对自己来讲 值得反复去评读的 也可以什么 点开视频过之后 视频的右上方 有三个点 手碰一下 如果是手机的话 碰下之后呢 你能够看到下面 这样的一个标志 你能根据需要 想的话呢 可以例如说 转发到自己的头条里面 或者是收藏都可以 那么这里面有点赞的 包括了有赞赏的 有收藏的 有这样的一个 转发到头条里面的 但是还有一个功能 倍速播放 一般的听修缠的视频 基本上用不到这个功能 因为修缠的语速 本身就偏快一点 你要是点个倍速的话呢 估计没法听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赞赏 好 再见 咱们 谢谢大家